哈囉,我是軟體工程師Roger 今天我要來玩這個玩具叫做俄羅斯拼圖 那等一下除了我會實際動手玩完看這個拼圖以外 我也會寫程式來暴力搜索出這個拼圖所有可能的解法 首先我們就先來開箱吧 好,那裡面就是有一個拼圖的本體還有一份說明書 說明書上說這個拼圖主要有兩種玩法 第一種是你用這些積木去拼成這些特定的圖形 第二種就是你把這些積木都放進這個正方形的框裡面 後面這邊它提供了18種答案 但是據我所知應該是不只有18種啦 那我個人是對於這種拼圖型的比較沒有興趣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去拼這種拼進正方形的玩法 那我今天會想要買這個拼圖來玩 主要是因為我小時候曾經擁有一個跟這個拼圖幾乎一模一樣的玩具 然後我記得小時候我會跟我爸一起拼這個拼圖 每當我們找到一個新的解法我們就把它畫在一本計算紙上面 所以那個拼圖是我小時候非常重要的一個回憶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那個拼圖就跟那本計算紙一起弄丟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惜我就決定再買一個跟我小時候那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拼圖來玩 好,那我們就開始動手拼吧 等一下我也會計時看一下我拼一次大概要花多少的時間 好,那我們就...OK 好,那我們就開始計時 我覺得基本的策略應該就是把這種已經可以拼在一起的 然後會讓它的形狀變漂亮的就先都拼在一起 然後其他的再去想辦法填補縫隙之類的 像這個可能放這裡不錯 然後這樣可能啦 然後這種比較特別的就先盡量把它想辦法拼進去就對了 我就應該先想辦法把這種比較多的 比較多格子樹的先放進去 然後像這種正方形長方形應該就很容易塞進去剩餘的空間裡面 欸,喔,有了有了,終於 好,花了7分17秒 終於找到一個 我想要再試一次看能不能更快一點 我們剛才是這樣子放進來嘛 那我這次換一個 比方說這樣子 應該就能夠,欸我把這個 這樣應該就能夠找到完全不一樣的答案 好,那我們就開始 然後一樣先把 比較多格子的先想辦法弄進來 哇,這一次花了大概47秒 就找到一個了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策略就不錯 就是先把這些比較多格子樹的 然後形狀比較奇怪的 都先放進去 然後盡量讓邊緣是整齊的 然後像最後這種 這個T啊,然後這個小的L 跟這些方形就很容易塞到剩下的空間裡面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會玩上癮 就是我很想再挑戰一次 不過好,就先拼到這邊就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用程式來暴力破解的部分吧 首先第一步我要把拼圖的資訊輸入到程式裡面 我這邊的做法是我用個表格 來記錄所有拼圖片的資訊 包含形狀和顏色等等的 那形狀就像這樣用1和0來表示 像這個就是一個h的形狀 然後就可以開始寫程式 這邊我用的是Python和Jupiter Notebook 主要是因為Python比較好寫 而且可以很方便的把資料視覺化印出來 像這邊我就把拼圖片的形狀和顏色印出來 確保我輸入的資料都是正確的 但是Python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執行速度是比較慢的 所以如果之後我想要追求更快的執行速度的話 我可能會用C++或是Russ來重寫 好,終於進到最關鍵的部分 就是到底我們要怎麼讓電腦最有效率的暴力搜索出 這個拼圖所有可能的答案 我的第一感是這樣子 我先把所有的拼圖片排成一列 然後從左到右依序嘗試放到這個空的盤面裡面 首先我們把H這一片放進來 那我們就會列舉出H所有可能的放置的方法 然後再從左到右從第一個開始 繼續往下看下一片拼圖片有哪些方法可以放進來 然後就這樣子一路列舉下去 這樣就可以保證把所有的拼圖片 所有可能的位置都試過一輪 以後一定可以找出所有可能的解答了 那搜索的過程就會像這樣子 我們依序把一片一片的拼圖片放到這個盤面裡面 然後直到某一步我們發現下一片拼圖片 無論如何都放不進這個盤面上的時候 就代表這是一條死路 那我們就會往回走一步去試上一片拼圖片的下一個可能的位置 像剛才我們去試的是這個位置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嘗試下一個這個位置 那當然我們也立刻就發現這個位置也是一條死路 所以我們就會再往回走走到上上一步 然後再去試那一片拼圖片的下一個可能的位置 如果全部的拼圖片都成功放進盤面上了 就代表我們找到了一個正確的答案 那我們就會把它記錄下來 那像這樣子不斷去嘗試 然後如果失敗了就回頭再試下一個這樣子的演算法 就叫做Backtracking也就是回溯法 那因為我們在搜索的時候都是一路往最深處走 然後再往回再往下一個最深處走 所以這樣的演算法也叫做DFS 也就是深度優先搜索 但是大家剛才應該也有注意到 其實我們在把H這一片放進來的一開始 就已經註定了這是一條死路了 因為左上角這個地方一開始就被卡住了 我們沒有辦法再把其他的拼圖片放到這個空格裡面了 那如果搜索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像這樣子 無法再放任何拼圖片進來的一些空洞 那我們也應該立刻就停止搜索 這樣就可以加快我們搜索的效率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想出了一個改良的演算法 它的概念是這樣 首先每當我們把一片拼圖片放進這個盤面之後 我們就去檢查剩下的拼圖片 有多少種可能的方法可以放進現在這個盤面裡面 然後我們再去統計每一個空格 它有多少種可能的方法 被這些剩餘的拼圖片覆蓋到 這樣我們就可以產生這樣子的一個表格 表格裡面的數字代表這個空格 有多少種可能的方法 被剩下來的拼圖片覆蓋到 那如果盤面上的任何一個地方出現了0 也就代表沒有任何片拼圖片可以放到那個位置了 這時候我們就會停止往下搜索 那就可以大幅提升我們搜索的效率 那如果盤面上的每一個位置都還有可能被覆蓋到 那我們就找出 哪一個空格是只有最少的方式可以被覆蓋到的 比方說這個例子就是左上角這一格 它只有三種可能的方法被覆蓋到 也就是以下這三種方法 那其實我們也會立刻發現到左邊這一個也是一條死路 那我們就只要從右邊剩下來的這兩個盤面繼續往下搜索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大幅減少每一步的分支的數量 也就可以提升我們搜索的效率 這邊讓大家看一下搜索的過程大概是什麼樣子 總之它就會像這樣子不斷的從可能性最少的地方優先嘗試 不斷的往下搜索然後走到底再走回來 再去試下一個可能性 除此之外我覺得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加速技巧 第一個是我們可以避免搜索到旋轉或翻轉後的答案 這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這是我們找到的其中一個答案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個答案經過旋轉和翻轉之後 另外找出七個答案像這樣子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八種其實都是屬於同一種答案 但是目前我們的演算法會分別獨立的找到這八種答案 也就是說這有點像是我們浪費了八倍的時間才找到一種答案而已 所以如果能在搜索的時候就避免找到其他可以透過旋轉或翻轉而得到的答案 這樣就可以讓我們搜索的效率提升八倍 那這要怎麼做呢? 我想到的方法是我可以指定其中一片積木的方向要固定是某一個方向 比方說這一片是F 那在這八個盤面上它的方向都是不一樣的 那我可以在搜索的時候就規定這一片一定只能是這個朝向而已 這樣就能夠避免搜索到另外七種答案了 只要在最後再透過旋轉或翻轉找出其他的答案 我們就可以瞬間找出全部的答案了 第二個加速技巧是Multiprocessing 也就是多元處理或者多形成 比如像我們現在電腦的CPU通常都是多核心的嘛 比方說可能是四核心或是八核心的 那像我的電腦如果是八核心的 我就可以把我的程式分成八個程序 分別搜索不同的部分 這樣就可以把整體搜索的速度再提升八倍 在我把以上講到的所有技巧都用到之後 我寫的程式只花了10分鐘18秒 就找出了所有的答案 那大家可以趁現在猜一下到底總共有多少個答案 好公布答案 總共有69,415個答案 而且這還是還沒有考慮旋轉和翻轉之後的 那如果我們把每一個旋轉和翻轉之後的答案 也都當作一個答案的話 總共就有555,320種答案 我當初看到這個數字也嚇了一跳 就是能想像這些奇形怪重的積木 竟然有55萬種方法 可以放進這個正方形的盤面裡面 我覺得真的是難以想像 一開始我也有懷疑是不是我的程式有問題 所以後來我另外寫了一個程式去驗證 是不是這些找到的答案都是正確的 而且沒有重複 那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問題啦 那找出這些解法之後能幹嘛呢? 我決定要來找出 這些所有的解法之中最好看的一個 也就是顏色看起來最漸層 最像彩虹那樣排列的一個答案 那這要怎麼做呢? 我的方法是我會給每一個答案打一個分數 比方說這是我們找到的其中一個答案 那我會對於每一組相鄰的格子 去計算他們的顏色的距離 那只要顏色的距離越小 就代表它可能是越漸層越好看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幫每一個答案打分數 然後再根據這個分數去找出最好看或者最難看的一個答案 那這一個就是我找出的最難看的一個答案 也就是相鄰格子之間的顏色差距是最大的 然後右邊這個就是我找到的最好看的一個答案 應該可以很明顯看出右邊這個的顏色排列 就真的像彩虹這樣子漸層的排列 左邊這個就明顯的難看很多 所以這一個就是我找到的最好看的答案 最後來聊一點我自己的感想 就是首先我終於把這個企劃拍出來了 因為這個企劃本來預計會是我這個頻道的第一支影片 但是因為這個企劃太難做了 就我要寫程式 然後也要把一些過程視覺畫出來 方便大家能夠理解嘛 然後還有像現在這個輔拍的視角 也都花了我不少時間才研究出來 所以因為這個企劃太難做了 我就繞路去做了一些ChairGPT或是威力彩相關的企劃 直到現在才終於回來把這個企劃做完 其實這個企劃才是最符合我頻道主軸的一個企劃 就是寫程式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也讓大家知道程式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透過按讚、訂閱、留言或超級感謝支持我 也歡迎把這支影片分享給對程式有興趣的朋友 想看到我寫程式做出更多有趣的企劃 就歡迎訂閱這個頻道 我是軟體工程師Roger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